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本节课呢,咱们继续安卓存储的实现 那么在上节课当中呢,我们已经讲到了在数据库当中 怎么去使用到事物,做到了删除、修改、插入 它们的一并执行 那么在本节课当中呢,我们继续CircleLite数据库的操作 OK呢,我们在本节课当中呢,去讲解一下 关于CircleLite数据库的一些查询操作 我们在数据库当中的一些内容呢,肯定要查询出来 被用户所使用 你比如,如果我们要想把这些数据查询出来 显示在我们的页面当中,该怎么去做呢 我们不只是简简单的把数据存储起来 我们在存的过程当中呢,还要讲到怎么去取 这也是我们在使用数据库的一大操作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我们在这个EditCircleLite当中 我给大家插入了一个BUT按钮 这个BUT按钮呢,我们给定的是一个查询数据 它的ID呢,是CircleLite-Query 那么回到CircleLite当中 我呢,已经把这个按钮呢,给它了初始化 并且设置了它的一个监听事件 那么在下方的监听当中呢,我让它启动一个新的页面 这个页面是谁呢,是咱们SimpleCast Adapter Activity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类的命名,你就应该能明白 我们这里面肯定要用到适配显示,对吧 好,在这个页面当中,我们把它设置成一个ListView 填充整个窗体 并且这个ListView呢,我们已经给它了一个ID叫做CircleLite-ListView 好,页面呢,我们已经在安装Manifest当中呢,给大家进行了注册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开始实现我们一个操作 当然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之前数据库当中 咱们在经过上次数据库使用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已经插入了最后一条数据 并且把之前的所有数据全部清空掉 那么我们在查询的时候呢,肯定不只是查询一条 我们要用到所有的数据显示 所以在这里面呢,我把这个插入呢,先给大家来改一下 比如,我用一个for循环,给定int类型的i为0 i呢,小于40 并且呢,我让i++ 在这里面呢,我们每次都给它插入一条数据 这个里面的值呢,我们先假定一下 插入的年龄就是i,添加到里次i 好,这样的话,我们先进行一些不同数据的插入 每次呢,我们都调用这个PersonDL去插入这个PersonP对象 并且呢,我们把这个应用程序呢,先给大家来运行一下 OK,大家,我们点击 好,现在我们看一下数据库当中的数据 来到DDMS,我们把数据库呢,给大家导出到桌面 好,我们再刷新一下这个Person表 大家可以发现里面呢,是按照我们之前的这一些数据 已经插入了0到39的这些数据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把这些数据全部查询出来 并且显示到我们当前页面当中 OK,回到我们的交易代码 我呢,实现的是一个点击查询 咱们直接跳转到另外一个iQ的页面 所以接下来的所有操作呢,我们写在这个页面当中 咱们要使用到这个数据库查询 肯定呢,也会封装到我们当前的工具类当中 去查询数据 那么它查询出来的是什么呢 所以我们这里面要看一下这个数据源 这个数据源呢,我们其实查到的是一个 Caster对象 当然了,我们接下来应该操作我们的工具类 所以我呢,把这个PersonDio打开 我们之前写了征删改的一系列操作 接下来我们来写一下查询的方法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封装一个方法 Public void 是不是 void呢 咱们一会儿再来更改一下 比如我们就叫做query 那我们先查询全部的数据 怎么进行查询呢 我们使用circle语句 Stream类型的circle 全部查询我们使用到的是一个circle语句 叫做select scene from咱们当前这个person表 OK,那我们怎么去使用这个查询语句呢 之前我们进行增加删除修改的时候 我们使用db.execute circle 执行一个circle语句 但是这种执行方法呢 大家咱们来看一下啊 它告诉我们是执行circle语句 但是不包含我们select 查询的一些estandment语句 那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查询肯定不再使用我们的execute circle 所以呢给大家带入使用查询的一种circle语句 咱们叫做rope query 好,我们扔进来 这里面呢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带有一个circle语句 我们把这个circle扔进去 并且后方呢还有一个东西 还有一个string类型的数组 selection axe 现在呢我们是查询全部数据 也就是说我们后续并没有跟上vr子句 你比如我们要有条件查询的话 我们会有vr子句 后面呢就可以把vr子句当中的那些问号呢 给它封装进去 那现在我们没有呢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值定义为空值 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它定义一个返回值 大家可以发现这个返回值的类型 是一个caster游标对象 也就是说查询出来的数据 都是封装在caster游标当中的 那这个游标对象又是什么呢 我们以一个画图的形式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比如我们在circle数据当中呢 它是有这几个字段的 好,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有id字段 同样我们接下来有name字段 以及age和address 好,这些字段呢 它就有可能封装着我们一系列的内容 你比如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 在我们circlelite数据库当中 它其实封装着13,王5,北京20 等等一系列的字段类型 每一条数据呢 其实都是一个partum对象 好,我们在这里面 先给大家简要的来了解一下 你比如这个id值呢 我们给它为10 这个name呢 比如我们叫里斯20 以及北京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我在这里面给大家添加了一条数据 那么它所查询出来的一个卡子游标 长成什么样呢 这个游标呢 我们可以理解为 小时候我们玩过一些游标卡尺 那么它这里面呢 封装着一个一个的索引位置 这些索引位置 每一个索引呢 其实都是我们当前的这个对象 你比如我们会把10里斯20 这样的一些数据查询出来 放进第一个索引位置当中 这个索引呢 我们也是从0开始 比如我们这个下标索引呢 跟数组一样是从0开始 那么接下来这就是1 同样这就是2 等等 下面有很多索引位置 那么这个游标是一个caster对象 也就是说我们本体呢 其实是一个caster 那进行操作caster的时候 我们要想取出一条一条的数据 怎么进行取出呢 大家会发现其实我们是当前的游标对象 它指向了这块位置之后 它就可以取出来里面的位置 比如它要是指向第二块位置 那么它就可以取出来我们游标caster 所以为1的一条数据 那原始的游标它在哪呢 它在我们第一条数据的上方 所以我们要取出数据的时候呢 其实相当于针对游标进行移动 然后根据游标所指向的位置 取出来这个位置所对应的值 所以呢我们来到当前这个caster游标当中 那么我们查询出来的是一个一个的caster 我们要想取出里面的数据呢 可以便利caster 当然我们在这里面全部查询呢 我们就直接把这个caster游标 给它返回 所以接下来我们直接return咱们的一个caster游标对象 这样一条简单的caster语句呢 我们已经写出来了 回到我们当前这个caster游标对象当中 如果在页面中 显示数据库内容 可以直接使用咱们的一个适配器 咱们叫它caster游标对象 那么使用这个caster游标对象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进行使用呢 先给大家把这个适配器拿出来 咱们叫做caster游标对象 比如我们起个名字 咱们就叫做caster游标对象 那么需要我们对它进行一下出示范 caster游标对象 我们直接mule出来的一个caster游标对象 大家可以发现这里面呢 其实是有一个删除掉的一个方法 当然也不是说我们这个方法不能使用 它还有一个替代的方法 就是后面加了一个interflux 好我们根据它里面的一些参数 一个一个的往里复制 首先context对象 我们可以直接填充this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适配器 所使用到的item布局 当然这个布局呢 我已经给大家写好了 咱们来看一下 在我们当前的layout布局当中呢 我创建了一个simplecaster adapter的一个item 这个item长成什么样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有一个name age和address 那么每一个item呢 其实都要显示这三个字段 分别呢 我们给它添加了对应的一个id 那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可以来到simplecaster adapter 填充第二个 我们使用的是 2.layout 点咱们叫做simplecaster adapter 跟item 然后接下来我们填充第三个字段 咱们把第三个字段 看成一个caster对象 好这第三个字段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数据员对象 所以呢我们把这几个 参数一是我们显示的上下文对象 参数二呢 是我们适配器对应的item的布局 参数三其实就是我们的数据员caster对象 所以大家很容易就能发现 我们在person do当中返回的这个caster呢 就是我们使用到的数据员 OK 参数四是一个string类型的from数组 参数五呢是一个int类型的数组2 OK我们把这个参数四和参数五都给大家拿出来 这个参数四呢 我们表示的是一个字符串类型的数组 然后参数五呢 我们表示的是一个int类型的数组 在我们之前使用这个simpleadapter的时候 我们也用到了这个from和to 所以呢我们在这下方呢 先给大家把这个string类型的数组from先拿出来 以及我们把int类型的数组2呢 也给大家来拿出来 好我们接下来把这个from和to呢 都给它填充进去 以及最后我们使用到的flag 我们先用0进行填充 OK接下来呢我们直接进行 适配 适配的时候呢 就是使用我们当前的这个list view对象 咱们就要用它的set adapter 直接扔进去我们当前传入的这个list adapter对象 也就是我们的simplecast adapter 既然我们是要用到了这个caster参数三 我们呢先给大家把这个person.do呢 先给大家拿一下 比如我们初始化过程当中 我们把这个person.do呢 也给大家初始化一下 好 匹配的上下文对象呢是this 所以呢我们使用person.do对象 掉用它咱们刚刚封装那个方法query 它的一个返回值呢 是一个caster游标 我们给它返回一下 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使用到了我们那个游标对象 好 接下来呢我们有了这个游标对象 查询出来之后 我们把这个string类型的from和inter类型的数组to解释一下是什么 这个string类型的from就是 从数据库中查询出来的 需要显示的字段组成的数组 当然这些字段呢都是一些字不上类型 所以呢它是一个string类型的数组 那么这个inter类型的数组to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呢 就是查询出来的字段需要显示到的空件id组成的数组 好 我们需要查询出来字段显示的有哪些呢 我们第一个name我们要进行显示 同样呢我们还要显示age address 这个呢正好是匹配我们刚刚拿到的这个item 我们要显示nameage address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这个id值呢分别给它写入 首先第一个我们是r.id.adapter.name 当然大家要注意这几个字段我们要一一对应 所以第二个是r.id.age 叫r.id.address 这样的话我们当前的这个值呢就已经能拿出来了 好 失配呢我们就能完成 咱们把这个应用程序呢给大家来运行一下 看一看有什么错误没有 好我们运行到4.22.2模拟器上 好我们点击查询数据 OK大家可以发现我们当前应用程序呢其实已经挂掉了 好,我们来到Logcat 咱们看一下Logcat跟我们报了一个什么样的错误 我们要找Costby 好,能找到 第一个Java浪包 Illegal Augment Exception 非法的参数值异常 Clone自断ID doesn't exist 说我们当前这个自断ID并不存在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在使用到我们这个SimpleCasterAdapter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一个点 就是使用该适配器的时候 注意查询出来的ID自断 必须命名成下滑线ID 否则的话它是不允许我们通过的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把这个Person DO当中 我们不是查询全部了 咱们查询一些自断吧 查询的是ID,Name,以及A值和Address 并且呢我们要把这个ID查询出来呢 还要把它命名成下滑线ID 所以我们就给它添加一个别名 加一个is高ID 大家注意在某一个字段的后面 添加is跟上一个字段 这就相当于给这个字段起了一个别名 我们接下来查询的内容当中 显示出来的就是高ID的一种形式 当然这个is字段呢可以删掉 也就是说我们中间给定一个空格 它其实也是起别名的一种意思 这样的话我们查询出来的是有高ID的形式 好,我们再把当前的应用程序运行一下 OK,运行起来之后我们点击查询数据 大家可以发现当前我们数据呢 其实已经完整的给我们查询出来了 我们从里斯39最后一条数据到最上面的网520 咱们来看一下数据库当中呢 其实也是网520到最后的里斯39 说一下,咱们在使用SimpleCasterAdapter的时候 这个ID并没有命名成-ID 并且它还有一个约束就是 查询出来的字段必须要有ID 你可以不显示使用 大家可以发现在我们这个SGIN类型的FROM当中 我并没有显示ID 但是你必须要查一点 并且呢它告诉我们 查询出来必须命名成-ID的形式 当然我们刚刚给大家添加的这种形式 是起别名的一种形式 那么如果我们后续还有用到这些ID值呢 所以建议大家在使用这个ID的时候呢 你在创建表的时候 也就是程序一开始 在我们myopenhyper的时候 大家直接就把这个表创建的时候 把这个ID值命名成-ID 这样的话我们在使用SimpleCasterAdapter的时候呢 就可以直接去操作我们当前这个数据对象 OK 那么这是我们本期课当中给大家讲解的一个内容 并且呢我们是在PorsonDuo当中呢 给大家来使用到了这种RowQuery去查询数据库 那么在结束的时候呢 给大家留一个小的练习 那么你比如我们在PorsonDuo当中 大家会发现 我在这里面使用的是一个Circle语句的形式 那么有没有系统封装的自带的方法呢 大家可以尝试的写一下 系统封装的方法是db.query方法 尝试使用数据库自身封装的方法 查询数据库对象 将咱们PorsonDuo中的内容进行更换 当然我们在这里面使用Circle呢 还是比较方便的 但是呢大家还需要练一下 咱们这个数据库自身封装的方法 这样的话呢我们其实只需要修改 在我们这个PorsonDuo的一些内部信息 就可以做到我们最后返回的一个Circle数据的一个封装 大家要掌握的就是我们Circle它的一些使用 当然Circle在后续我们还会有其他的一些使用 比如我们查询出来的数据 如果想移到下一条数据该怎么去做 那我们在接下来的课程当中呢 给大家来代入 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本节课所讲解的一些知识点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安卓存储的实践 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Met学院更多精品课程 Here we go